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他说明白这到底是不是蔡总统的意思呢 有没有逾越这个格魁的宪政职权呢 好 但是赖清德虽然是有61.5%对他有信心 可是只有39.7%对内阁的成员满意 好 这显示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而相较于赖清德的高人气 我们也来看看在台大见血案之后 台北市政府迟迟没有说清楚来龙去脉 到底对柯文哲市长的影响会有多大呢 好 根据我们三立的最新民调 柯P的满意度下跌了15% 那么接下来呢 跟民进党的关系会不会越走越远 陈明文现在也讲说 柯文哲到底是把民进党当朋友还是敌人呢 他需要自我定位 而柯P会因此而警惕吗 另外警方现在大力扫黑 还发现说国台办利用外联办事处 操控台湾的黑帮 好 昨天呢 警方是在抄太极堂跟战堂两个堂口 说要扫荡到各个堂口都瓦解为止 他们真的做得到吗 而现在也传出说 福建厦门对台办外联办事处 这个单位就是负责 实际操控台湾黑帮的单位 我们稍后也有大揭秘 好 同时呢 姚立明现在要求政府查统促党 跟国台办的通联 看看到底有没有勾结 但是真的可以查得出什么吗 会有证据吗 好 另外大家说 这个法网灰灰数而不漏 那么这个孙道纯他今天入狱服刑了 其实他本来呢 是想要请病假的 后来检方呛说要拘提 所以他只好乖乖入肩 要好一阵子 没有办法看到他的嫩妻了 好 但是讲到感情 感情这么久了 现在真的是说变就变吗 周游跟李朝勇之间的纠葛 歹戏脱棚 那么李朝勇就跟朋友哭诉说 他真的很想回家 可是呢 有条件的 前提就是要阿勾两个儿子 放弃遗产 还要跟他道歉 阿勾是说呢 绝对不可能 为什么这个李朝勇有小三 还有这么多的要求呢 是看准了阿勾 没有他不行吗 我们稍后也要带你来 看看内幕究竟是什么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是资深媒体人 王瑞德 瑞德哥好 千平好 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刘赵好 委员好 千平好 大家好 时代力党立委 许永明 委员好 主持人大家好 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 康仁俊 任俊哥好 千平老大好 好 那么稍后呢 资深媒体人丁学伟 还有这个许胜梅呢 也会来到我们现场 跟我们一起讨论 我们先来看看赖清德 他在立法院背询的时候 说自己是一个 主张台图的政治工作者 结果现在引发了 蓝营方面的反弹 赖清德说 如果觉得不妥的话 那就请在野党 不要再问个人立场 要不然他真的是很两难 我们带你来看看 一个主张台湾独立的 政治工作者 但我也是一个 务实的台独主义者 日前首度到立法院 背询赖清德这一席台独 说可让统派团体 气得跳脚扬言控告 那你有不遵守宪法规定的 你有违反现行法律的 那我们应该要提告 是这个我只能尊重 新党畅瞎要告赖清德 触犯内乱罪 国民党立委也炮火猛攻 如果赖院长不是误闯 两岸丛林的小白兔 那就是打脸蔡英文 那已经逸越了 总统两岸的职权 发言台上炮轰 赖清德逸越总统职权 但赖清德完全不在意 我也非常希望 后续委员对我的咨询 千万不要问我个人的立场 否则的话我会陷入两栏 反抢国民党爱问又不爱听 但这说法可让栏尾怒火攻心 你既然敢讲 那你就要敢承担 到底两岸政策是什么 这是国民想要知道的 怎么可以叫立委不要问呢 他说的是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是存在的事实 不是他发明的 连事实都不能呈现的时候 台湾没有路可以走了 赖清德的台独主张 在国内外引起广大议论 毕竟中国大陆十九大即将登场 这个时机点也格外敏感 三连选皇新城 周凯医生小组台北报道 好我们来看看赖清德上任 一个星期 那么最新的民调出炉了 有六成的民众 对他是相当有信心的 甚至学者还形容说 像是印度神游一样 好我们这个部分稍后来看 但我们先来看到这个立法院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那么赖奎他是宣称自己的 这个台独立场 所以现在蓝军就叫他说清楚嘛 那大家就想说实话不能讲吗 不能说是个人的立场吗 还是说他现在是院长 就不能在立法院这样子公开说呢 事实上 因为这个跟赖清德的个性有关系啊 那么如果今天是国民党的 行政院院长的话呢 大概没有一个敢说出 自己心里面真正的讲法 有的时候你自己的想法 个人的想法那是一回事 但是你站在行政院长的这个位置呢 你讲的又是另外一回事 把举个打个比方 有些事情你未必要求我 不是这个民意代表叫您说 说什么做什么你就要做 就好像议员叫社会局局长 去旁边罚战 你根本完全不用理他 意思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那是因为你的职务 有你的坚持啊 民意代表这个为民喉舌 并不表示他叫你做什么 你都必须要听从 包括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在内 所以呢当在野党的立法委员 问这个赖清德 他的个人的政治的理念 想法是什么的时候 那么他说出了他个人的想法 我觉得他并没有错 那但是问题是 你说出来人家就是要 故意让你说出来以后 好打你嘛 这个就是人家的目的嘛 很简单嘛 那么所以呢赖院长说 你就不要问我个人的嘛 你问我个人的这个 等于说到时候再来打 我又不好骗你 又不好欺骗你 人家就是要挖洞给他掉啊 那故意的嘛 那当然啦 这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说 你不能限制我立法委员 讲什么问什么 这是对的 你没有办法限制立法委员 问什么 可是我可以选择我打什么嘛 很简单嘛 其实赖清德的这个说法 其实很简单 就好像我刚刚说的 那么议员不是叫 社会局局长去罚战 我就得去罚战一样 我可以不理你嘛 所以呢 像以后这样的事情啊 赖清德院长事实上 大可针对这样的 在野党的这样的 这个陷阱式的问话 直接告诉他 我站在这个殿堂 站在这个地方呢 我没有个人的政治立场 我只有国家行政院院长的政治立场 这样就好了 你就把他三言两语打发掉就好了 不用理他 不用 他识问你就得实打 因为事实上 他根本是故意的 要挖洞杆里跳嘛 那么至于赖清德这个所讲的 我也不会讶异啊 那表示他是 一路走来始终无欲 他没有说谎啊 他不是在立法院讲这个话而已啊 各位啊 他在对岸的中国 也讲这样的话不是吗 他在对岸区的时候 敢在中国那个 人家的土地上面 讲说他主张台独啊 这种叫嚣 我说谈话而已 不过不许有这种叫嚣 现在连国民党里面 有几个还在讲一中个表啊 之前经过去年的一中同表之外 现在都不知道表到哪里去了 你知道吗 一表三千里啊 所以呢 他至少有这个告诉他 他的个人的政治里面 是没有变的 但问题是因为 他现在的这个身份呢 比较尴尬 他是行政院院长嘛 是国家目前的行政的首长 所以面临这样的问题呢 事实上不需要太介意 那么他们一定不会放过 他们不止这个样子 他们还会掀起掏天居浪 明明你是问我个人的政治理念而已 怎么扯到说 你要跟国家这个交代清楚 要跟人民交代清楚 那跟我个人的政治理念 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要知道 在政治的场合上面里面呢 有很多人是扮演 很多种的这个角色 那么行政院的院长 那么你就针对国家的事 除了国家的事情之外 没有个人 很简单 就这样 拿定一个主意 除国家大事之外 没有私人 没有个人 这样就好了 好 所以我们看到 瑞德哥 有交战守则啦 就下次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可以四两拨千金 或是不理之啦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赖奎 他真的是非常的老实 坦白的一个人 好 但是呢 现在说台独 今天媒体也讲说 恐怕是碰上最糟的时机了 因为川普即将要访问中国 然后呢 美中正在讨论 未来五十年的新架构 这个台独说 好像也正好给中国方面一个说辞啊 好 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他们真的要在这个 重新讨论一个中国的定义的时候 会考虑到这个部分吗 我想赖天德院长 他清楚地描述 台湾的现状之后 美国当然也对这个 赖天德院长的说法提出回应 但是我们仔细看美国的说法 事实上它是维持一贯的 他如果碰到 台湾跟中国之间的问题 他总是说 他维持他们一个中国的政策 但是他详细里面的内容 事实上他不会去干涉 两国之间的互相 是不是隶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是重申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 我们相信 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 应该不会去改变那么长期来 这样的 真的 这个原因是因为维持现状 对美国是符合他们国家 最大的一个利益 我们回到赖院长所说的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目前叫做中华民国 这件事情 我们看见很多蓝银 或者其他人 他的很强烈激烈的反弹 但是我们实在很纳闷说 他们应该很说清楚 他们到底是反弹是哪一点 他们反弹到底是说 我们台湾不是国家这件事情吗 就站在反对面就是这样 因为赖院长说的是一个 符合台湾的现状的描述 就是中华民国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件事情 他们到底是反弹的是哪一件事情 那相对来看 中国在这件事情上 一再的重申 再次而且强硬的重申 说台湾现在跟将来 永远都不会是一个国家 其实这个对我们台湾 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侮辱跟攻击 如果真的要去反弹 要反对的话 要来抗议 应该是抗议国台办的说法才对 怎么把这个矛头 反而指向我们自己人 而且国民党也不需要 去这样见缝插针 就是赖倩德院长跟 蔡英文总统所说的 维持现状 其实是一样的一致的方向 我们台湾的现状 就是我们是叫中华民国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不然我们试问一下 那国民党我们如果不是一个国家 那我们到底是什么 难道我们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是一个公益团体 还是是一支游击队吗 不可能嘛 台湾当然十足的 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赖倩德院长 事实上他这样的说法 符合台湾的现状 也是一贯 他从当国大代表 立法委员 市长跟行政院长 一贯的 他的清楚的一个政治上的立场 好那我要请教一下 这个许委员 因为现在这个所谓的台独论 他也说一直在发酵 然后赖倩德就讲说 以后就不要再咨询 这种个人立场的问题了 然后他也说 这是总统的职权 他没有愉悦 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言论 的确是引发了很多的争议 真的会让两岸关系紧张吗 甚至还影响到美国吗 有这么严重吗 其实如果讲台独 台湾任何人讲台独 从中国角度而言 任何时候都不是适当时机 绝对国家都没有适当时机 对他也能听到这东西 就刺耳了 所以一定要出来骂 甚至还讲说 这个环球时报还讲说 这个板子拿来 刀子什么东西都要拿来 好恐怖好像黑道 恐吓的东西都拿出来讲了 其实赖兴德其实在质询的时候 他回答说 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主义者 那时候是在问他的个人的政治立场 跟看法 对 其实瑞仁兄讲得好 其实赖兴德其实可以不用回他 可是我觉得 那时候为什么大家会 很多人给予肯定 或觉得说他有这个勇气讲 尤其是在立法院这个殿堂里面来讲的原因 就是说 其实他本来可以回避的 可是他还是把他的立场讲出来 我相信你如果再问他 他还是会坚持他这样的立场 那很多人说 这不是总统职权吗 你讲这个是不是干预到总统职权 我觉得总统府也有回应 我不认为他们两个之间差距有这么大 只是说 两岸关系在发展的过程里面 对岸会不会用这个当借口 当理由 比如说最近在金门要办一个小三通 他用这个说 那我们都不来了 表示对于赖兴德的一个什么样反应 这个我得提醒 这的确会有一些副作用的 比如说 可是有些时候你来看 你就会觉得说 就算你不讲 你还还是会把你过去的行为拿来看 所以我觉得赖院长与其那样回避 不如就像目前这样子来显现 如果从民调上来看 各位可以看到说 对行政院长赖兴德未来表现 其实是百分之六成 61.5人是有信心的 也就是说他刚上台的时候 其实民众对他的期待是蛮高的 虽然这个民调做的不是最近做的 不是说他讲了所谓台独主义者 而是之前 可是我觉得这个期待感是很高 那连带也带动了蔡总统的满意度到34.6 不满意度下降到48.7 这个差距算是历次以来做比较小的 那可是呢 对新内阁名单不满意的 其实是比较高的 有31.4 满意只有39.7 所以一差就见效了 他也就是说 这效果非常明显 只是说 可是这是一时的吗 蜜月的效果吗 因为新人新政 还是说他是长期对这个政府的施政 其实会有一个提振效果 我觉得这还在观察 不过至少 在立法院的感觉 其实已经跟过去林权院长的 这个风格是完全不同 那院长是直来直往 对 你如果再问他 他搞不好这样回 所以他才说 你们就不要再问我 你又不要再问我了 对于蓝营而言 他当然会觉得说 这搞不好是个机会 透过这东西来攻击 说你跟总统的调子是不是一样 你这个所谓台独说 会不会让两岸关系紧张 我会觉得说 这是一时的攻击 因为长期而言 大家还是想要看 蜜月长他施政的作为 我觉得民众期待这么高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其实蜜月长 其实应该好好珍惜 好 民调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再来谈 我先请教一下 任俊哥 就是两岸关系的部分 真的因为蜜清德 在立法院这样子说 所以现在已经关系 变得越来越紧张了吗 而且甚至 有人说是碰上最糟糕的时机 甚至还会影响到美国 其实我觉得 当然这个话一出来之后 引起很多的讨论 你看得到 其实是两个不同方向的 一个探讨 第一个当然是 中国大陆他对于这件事情 他的回应 第二个是国内的舆论 或者是民众 或者甚至是在野党 他对于这整件事情的看法 那我先讲就是说 其实以在野党来讲 你看他现在一直在挑的问题 其实不是在两岸之间会产生什么 他挑的是行政院长隔魁的职责 跟所谓总统之间的职责 那这个就属于是内部上面的争议 那你如果讲说今天这个 对于国民党来讲 或者对于两岸关系 真的产生一个很大危机的话 那国民党应该主打的是这一块 应该主打的是说 你在两岸里面造成这个很大的 这个强烈的危机 导致台湾可能会陷入到 这个很空前的恐慌之中 但他不打这一个 他不断的希望是扩大了 是所谓的总统跟内阁之间的 这样一个矛盾 所以某种程度我觉得就是说 对在野党来讲 他打这件议题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回来看两岸关系 是不是因为赖清德所说的这句话 就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当然我们也认为就是说 当一个行政院院长 在立法院备寻 打寻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所谓个人立场的问题 因为你今天就是一个院长的身份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当赖清德说了这个话之后 那接下来辅方的这个回应 包含陆尔会对于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回应 其实还是回到他的基调里面 就是中华民国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至于对于后面 这个赖清德 你看他在接受访问 或者在讲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到相对的 他在这个事情上面 我认为他某种程度 他尽量不要把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这个主张 放到这里面去 所以他也讲了一句话讲 就是说你如果要问我 我就只能回答 那我不能够不回答 我觉得这个是长期以来 立法院里面的互动 那第二个就是 关于两岸关系的部分 是不是因为这样 就陷入到空前的问题 那中国大陆不是没有回应 事实上马晓光 就是我们国台 他们国台办的这个发言人 他也做了一个回应 那我比较看待的 其实可能跟国民党方向 会有点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你过去看 在前一段时间里面 也就是在六月之后 事实上中国大陆 对于台湾的政策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 他有一个做法 有点在改变 也就是九二共事的这件事情 以前是国民党一直喊 但是过去有几个月的时间 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可能在中国官方媒体 比如说像环球时报 他其实抛出一个讯息 就是说中国大陆 他不再接受你的 所谓个表的部分 也就是他只接受 你叫做一个中国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不管是一带一路 或者其他的方面 他要求其他的国家 只能接受一个中国的这件事 他不碰九二共事 所以在那段时间 我们一直在观察 就是说你看 那个为什么讲 这个时间很重要的地方是 因为在六月七月的时候 民进党内部也抛出了一些 比如说赖清德的 这个所谓的亲中爱台的 这个说法 那比如说民进党也有立委 自己用个人的相逢 他讲都个人 就个人提出来讲说 有条件接受九二共事 可是那个时期 中国大陆是紧缩的 那你如果再去找马晓光 对于接受九二共事这件事情 再往前找 也只有在六月份 六月份之后都没有 什么时候再提出来 中国大陆能够接受九二共事 就是在赖清德的说法完了之后 由这个马晓光 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 又再度提起来说 中国大陆可以接受 九二共事这件事 那其实你就可以回来看 他其实回到的是他的底线 也就是说 在这件事 他可以接受一件事 就各自表述 九二共事对我们来讲 不管你接受或不接受 有一个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马英九就在这里吃了亏 马英九只讲到一个中国 没有讲到各自表述 回来被骂得要死 可是当中国大陆 现在告诉你 讲说九二共事的时候 你看总统府方面的说法 陆委会的方面说法 其实都是在告诉你说 那中华民国 他就是主权独立 那现在在台湾 那台湾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 为什么舆论 或者是其实你看 有一些学界或观察两岸的人 他认为中国大陆 在这一次的事件上面 是比较倾向于软处理 而没有用硬的方式 当然你可以讲说 他现在在观察 因为十九大的时候 习近平他到底未来 他的接班布局怎么样 可是你可以看 过去这一段时间 事实上他已经开始在布局了 如果今天赖清德这个事情 严重到会造成两岸 里面严重失分的话 你觉得以国民党 这么神通的广 那个广大的神通 他会不知道 中国大陆的态度吗 那如果要打 你就打两岸关系就好 干嘛在这里 一直不断的去挑 就是你总统跟内阁之间的问题 我再讲一个 总统跟内阁之间 虽然我们现在讲说双手掌 是大家认为有一个混沌 有一个这个很 很曖昧不明的状态 这两个人 撤得好就好了 你们现在在那儿 发生是要做什么 我觉得大家希望看到的是 一个总统跟内阁 跟我们的阁阁 可以保持一个好的互动 我觉得你从民调里面看 刚刚薛老师拿出来的 那个民调 事实上就是告诉大家 民众其实对于 现在这个方式 他不认为说 你今天有严重到要互打 当然这个后面 他必须要验证 就是说你其他 在这个重大的法案上面 是不是跟过去一样 他有呈现双头马车的状态 或者执行不利的情形 可是我觉得在这整件事情上面 两岸的关系 因为中国大陆有过回应 赖清德完了之后 其实辅方也有回应 然后包含路委会也有回应 我觉得大家双方都在一个 比较克制的一个状态 所以现在这个事实 我也讲真的 中华民国主权独立 中华民国在台湾 国民党你敢反驳吗 你也不敢反驳嘛 那何必在这上面 一直不断的挑呢 好 又何必在那边挑这些 好 不过现在新党 是邀国民党去声讨赖清德 他说反读 不只是水巴说说而已 甚至还说搞不好要告他 好 那但是呢 对于这整个事情 柯P又怎么看 他说赖清德跟总统要先巧好 这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没有巧好吗 还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柯文哲要先 跟民进党巧好 为什么呢 你先顾你自己吧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赖清德 就是这个蔡英文所任命的 而且目前看起来 赖清德接任的这几个礼拜 整个包括民进党的民调 跟他个人的民调 跟他蔡英文的民调 都是上升的嘛 那就表示 行政院跟总统务之间 现在没有汉格 就两边之间 没有附将这个撤走的问题嘛 那你那么关心人家干什么 现在行政院跟总统务 现在的体制之下 不管你是什么 总统制双手掌制 那个现在的制度之下 两边并没有汉格 并没有任何这个 等于说自爱难行的地方嘛 所以呢 事实上啊 这个我想啊 从民调里面 民调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这个等于说参考数值啊 所以呢 克文哲可能自己要多关心一下 自己台北市的市政 那么除此之外呢 其实啊 民调也可以 其实我们从讲 民调事实上 只是一个参考数值啊 然后但是你可以发现一件事 也就是赖清德来了以后 之前这一年三个月呢 因为林权组合的关系 所以造成大家很多的这个看法 尤其老百姓非常生气 一开始独派而已哦 后来连民进党的基本的 死忠支持者都不满了 那么紧接而来 中间选民也不卖账了 可问题是赖清德来了以后 赖清德个人的民调是高的 可是他内阁团体是低的 那就表示什么 就带领头羊是好的 可是他下面又没有换 所以事实上呢 应该在这个立法院的会期 过一段落了以后呢 我觉得应该要重新打分数 不合格的 不及格的 过年前后还是要换掉 因为这些几乎都没动嘛 我想坦白的嘛 一群羊不会因为领头的人 变成狼 这群羊就变成狼嘛 那如果对不对 你可以发现赖清德 那个见急旅旗的个性 他很记得 所以他做什么事情的话 他有时候就自己跑去做了 然后呢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办法跟着上脚步的 还有一天到晚 那个惹麻烦的 有些事情啊 现在应该塑造的 不是说 我就要改革改革改革 我个人的理念是怎样 现在要塑造是民众的确信 在这个地方 至少我先感谢一下 赖清德院长跟蔡英文总统啦 我所一在在电视节目上面 就不断地 不断地呼吁的 国庆日临续假期 现在不用了嘛 现在不用收费了嘛 夜间免收费了嘛 我讲坦白的嘛 这是我呼吁的嘛 他们听到了嘛 我用北条 我没有夜间要开车嘛 但至少很多台湾人民的民众 他听到了嘛 然后院长 行政院长愿意 他直接下令 对不对 虽然表面上是有你交通部啦 但事实上是行政院长嘛 所以你有没有苦名所苦 不是出来 宣布是交通部长就这样 后来不是那个 贺承担不是出来 继续讲 那也是我同一时期说的嘛 横向国道 尤其是中南部 人家的影响很大嘛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 每天高速公路 20公里免收费嘛 现在也宣布了嘛 对不对 也宣布至少三年之内 不可能嘛 这个就是 你在还没有带给大家 靠地下 靠地下 越来越白 这种情况下 至少给大家一些小幸福 小倦幸嘛 累积很多的小幸福 那么就是大幸福嘛 所以你要站在人命的立场上 而不是说 我就要这样做 我应该这样做 很多过去一年多以来 我们看着头很痛的原因是因为 包括建筑物超过二三十年以上 什么 什么你要卖房子 你要干什么 还要经过全体住户同意 还是开什么玩笑 你要全都 那什么可能 台湾有那么多的公寓房子 老房子 那要经过大家的同意 我才能卖 那个就是一种学者的那种理论 理论跟后来会造成很大的民怨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从现在开始 还有提醒一点 所有的新内阁的 等于说所有的不成熟的案件 不成熟的case 不能在随便就弄出来的以后 又造成民众的哗然 然后大家的反感 这个是新政府 尤其是赖心得 一定要做到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掌握到 人民的心之所向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再惹出一些民怨来了 好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次 这个民调 就是大家 大家对于赖清德 她现在上任的一个星期之后 大家怎么看 对她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的是高达了六成一 因此也待望了蔡英文 蔡英文的满意度也提升了 那么现在是34% 但是对于新内阁名单的满意度 不满意的有三成一 满意的只有三成九而已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说 那这是不是代表着 内阁改组是有空间的 过年前是不是应该要修改一下 那这个部分我也请教一下 我们委员你怎么看呢 我先说一下 我们赖清德的院长 为什么民调会如此这样高 我想我的观察 第一个当然跟他长期以来 从政以来给人民那个正面的形象 是有密切关系的 所以他个人特质 对这是个人特质 但是我们从他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看见许多具体的政策 包括调薪 包括积极的为业 要拼经济嘛 为业主希望能够解决土地 用电等等相关的问题 我们看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 我也举昨天立法跟行政协调会议 在行政院所举行的 那12点到1点半之间 是由赖院长亲自的主持 那会议的重点就是 希望能够来解决 我们现在有些业者 他想要投资但是缺土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长期以来 工业区的土地如果有闲置 希望能够透过修法的手段 能够让政府有一个 强制买回的一个机制 或者是来增加土地持有人的成本 来加速工业区的开发 让它符合原本的使用 我们刚才的过程当中 院长他亲自主持 在当中我们因为有些立委 他比较忙一点 可能要先离喜 但是他非常肯切的 希望委员可以留下来 因为希望把在昨天的会议当中 能够有一个初步的方向跟结论 不然下次讨论的时候 因为你先提早离喜了 那可能我们今天讨论 大家没有听到 下次来 因为重头再讲一次 会浪费时间 会让这个事情又拖延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一个 行政院长 他非常积极的态度 要来面对我们现在 台湾所面对一些挑战 其实这也相当程度的说明说 他为什么给人民的印象 就是一个非常积极而且主动解决问题的 一个行政院长 我觉得这个是 这样的满意度是 呈现在他现在目前的一个民调 那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但是我也跟福音刚刚瑞德哥所讲的 我们现在行政院长换人 那我们可以看出 院长他现在做法就是说 一千多多问 了解全盘之后 那我相信 我相信应该在年底之前 我相信内阁一定会有一个 适度上的一个调整 这是一个必然的 让他收集整个业务之后 我相信他会做一些内部的调整 这样的调整 其实也是呼应 人民的一个期待 我相信这样的话 整个团队的话 行动力会又更加强 那我们更有一个 乐观的一个期待 所以在年底呢 可能这个内阁部分 会有一些调整 好 不过相较于赖清德 我们看看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的民调调是调了不少 我们先带来了解 上任三年首都出席季孔大典 台北市长柯文哲 爱将前警察局长邱风光 才被罚关不久 就和内政部长叶俊荣同台 就算合照就站在隔壁 互动依然冷冰冰 连叶俊荣凑上前讲悄悄话 柯文哲正眼都没看人家 话说的直接还当面表明 叶俊荣拔官太粗鲁 柯文哲和中央再度公开杠赏 没再怕 不过前阵子有高民调支撑 现在恐怕每况愈下 根据三例独家民调显示 柯文哲施政满意度 从7月份历经世代运后 飙升到66.8% 不过9月却只剩下51.6% 奏降15个百分点 民调再度溜滑梯 可能是因为这件事 拿什么拿什么 拿什么拿什么 日前中国新歌声 在台大举办活动 爆发统派人士殴打学生 事后就则有1成5民众认为 统促党要负最大责任 但也有8.7%的民众 认为柯文哲也有错 不但满意度下降 认为绿营2018 该自己推派人选的台北市民 也从三成左右增加到四成一 其中民进党支持者更是过半 而如果绿营真的推派人选 而蓝营推派前行任务长张善政 将吸走柯文哲部分选票 柯只剩下4成4支持率 不过要是蓝营派出立委蒋万安 柯文哲支持率将小福提升为4成6 姚文志还是垫底 世大运后才意气风发 没想到遇上两岸争议 又摔一跤 2018柯文哲民进党 是分适合恐怕还有变数 三天新闻综合报道 我先请我们徐委员 简单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柯P的民调 现在已经回到世大运之前了 是不是跟台大间协案有一些关系的 我想一定有关系的 就是说我们目前做的这个民调 其实主要就是台大事件之后来看的 各位可以看到 51.6不满意33.1 那跟之前比其实是差距蛮大的 上次是世大运之后做的 世大运那时候是高峰 所以15%的这样流失 我觉得对柯市长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因为这个时间并没有很长 大家大概讲说世大运 如果世大运一个月之后选举的话 搞不好就已经连任了 可是其实离选举还有一年多 那中间发生了这个事情 那目前的处理显然台北市民是不满意的 所以我们才会问他说 那这是相比较 之前是66.8 是8月的时候做 一个月各位可以看到66.8下降到51.6 不满意度从20.2 攀升到33.1 这是不是跟之前他自己自爆国安会遗云 那些事情一连串的都有一些 我想失言 那再加上台大目前发生这个事情 而且台大目前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 大家都还在讲说 所以这个效应还会再来 对 就说到底这个上海市台办理文会扮演什么角色 那跟柯市府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要注意 虽然之前有新闻说 他那时候非常注意他在网路上的民调 可是我觉得这个民调搞不好更重要 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细的分析 就是说如果七八九三个月来看 下滑速度最快的 各位可以看到 是30岁到39岁的 那些都是原本很挺他的 对 20到29 虽然下滑比较幅度 因为本来是支持度比较高 可是30到39这一块 我想是柯市府真的要注意到 我相信他自己也有做民调 那更重要的是说 那到底民党要不要推人 各位可以看到 民党要推人 这个增加幅度是很高的 民党应该推自己人 本来只有29.9 现在已经到41.7 这个增加是12个百分点 所以越来越多台北市民 都希望民进党自己推自己的候选人 不过现在的情况就是 有没有适当的人选 所以我们的民调也做他个别之间来比 比如跟张善政 之前讲说张善政应该是最强的 蓝营候选 49对25 所以柯P还是领先 对 那另外比如说跟民党 我想跟民党比的 比如说姚文志 这边是跟蒋万安 52对23 这个领先更大 你到了20几个百分点 所以这边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的满意度是下滑 可是有没有人可以来承接这百分之十五 就是说可以 现在情况变成说有人对他不满意 可是是不是要跑去投蒋万安 投这个张善政 甚至去投这个姚文志 比如说这时候来讲 柯文哲张善政 如果民党也推一个人 假设真的是姚文志 要注意赢的还是柯文哲 我想这也是这个结构 让为什么之前柯文哲跟民党之间关系比较不好 民党会觉得说你根本就不甩我 就算是撒卡都 我也推人的话 赢的还是柯文哲 所以我觉得民党现在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说柯文哲的制度有下滑 可是百分之十五 有没有一个适当的人选 可以去把它承接下来 不过看起来姚文志他的这个民调的部分 是有提高 是比之前要高一些 他如果是这个蒋万安跟姚文志 如果是换蒋万安的话 你会发现姚文志这时候 可能跟蒋万安两个都排第二 是评分秋色的 不过选举是这样 只有第一名才算数 所以就看民进党有没有办法 对 所以现在两边就说 两边可能有一些角力 或是陈明文出来讲说 你柯文哲应该要想看 你怎么对待民党 可是我要提醒 如果是这样的民调结构的话 柯文哲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虽然他有百分之十五下来 可是现在是不是 比如说坊间在讲的 是不是有阁源下来选 是不是有其他本土势力推人出来 我觉得这可能还要再观察 好 这部分还要再观察 不过我们稍后还要继续谈 台大见血案到底会不会对 这个柯文哲造成很大的影响 会不会让他跟民进党越行越远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 好 台大见血案呢 会不会影响到柯P 他的声望呢 我们也给大家看看 这是我们在26号晚间所做的民调 也就是台大见血事件发生之后的 大概第三天了 那谁要负这最大的责任呢 我们发现民众觉得说 这统促党要负最大责任之外 再来我们看看台北市政府 如果说再加上柯文哲的话 那是将近20%的 就是说也有很多人觉得说 是这个台北市政府这边 也要负一些责任的 那么对于他的表现 到底满不满意 我们看到就是呢 在之前是66.8% 也就是在8月底的时候 世大运结束之后 当时所做的民调 到现在呢 已经掉了这个15点多%了 也就是说他掉了蛮多的 那么至于民进党 要不要推出自己的候选人 应该推出的也越来越多 现在已经是有41%了 好 那么对于这个 台大见血案的部分 很多人是觉得说 柯P没有讲清楚 那么在整个事情呢 当然有很多的疑点 各个局处好像呢 到现在都没有说的 这让大家可以心服口服的 尤其呢柯P他自己来讲说 这件事情 他觉得到目前为止 是没有疏失的 好 来 维运怎么看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是 这整个事情的经过 台北市政府 到底是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到底是像柯文哲所说的 他其实是纯粹的一个挂名 没有任何的疏失嘛 大家其实最大的质疑就是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看见 柯文哲市长 他除了说台北市政府没有疏失之外 他没有对被打伤的学生 或者整个过程所产生的民众的反感 做任何的一个反省或道歉 而且根据那一天的演唱 原本要举办演唱会那一天 其实台北 据说台北市政府的文化局的官员也都在现场 那怎么可以把这个事情的推得如此一干二净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台北市的民众 或者是全国人民对一个首都市长的一个期待 但是我们非常的遗憾 台北市长柯文哲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不积极 而且没有针对问题来来做一个回应 我相信这也相当程度的反映出柯文哲市长最近的民调 他会成了大幅度的下降 特别是在年轻族群 原本柯市长非常自豪的年轻族群对他的支持 其实是有非常大量的流失 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市长必须要来正视这样的一个一件事情的发展 所以台北市政府可能必须要讲得更清楚一点 另外我们看到陈明文 他昨天晚上也特别讲到 柯文哲到底是把民进党当成朋友还是敌人 他需要自我定位 如果他认为民进党是朋友的话 他就应该在言语跟行为上对民进党更友善一点 毕竟民调很清楚的发现 柯文哲支持者六成以上都是绿色的 所以他还是应该要珍惜民进党 来 瑞德哥怎么看 我觉得他是把民进党当作可以利用的敌人 为什么呢 如果是朋友的话我们谁会对朋友这个样子 那么你就算是爱之深责之切 我们也知道说要替朋友留个余地 怎么会朋友明明在中央推出前瞻基础建设 你明明知道说这个基础建设对民进党来讲 对国内很多地方来讲非常的重要 然后呢你去说只会花钱不会建设 你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呢 一二再再二三的这样对朋友 这种朋友不要也罢 这种朋友太可怕了你知道吗 你不能口口声声说爱我 枕头底下藏把刀 你知道这不是真爱 那所以呢陈敏文讲的也没有错啦 你要弄清楚你到底是需要一个盟友 还是我们现在是敌人 如果是盟友 赞就 如果是盟友的话 我们就攜手 针对我们共同的敌人来打仗 然后攜手合作 如果是这个敌人的话呢 那就摆清楚以后就是敌人 没有什么好讲 那问题不是这个样子 问题是你又要当朋友 又要背后捅人家一刀啊 那你不能学共产党的那一套 人前手拉手背后下毒手 你不可以来这一套 那么今天有个新闻啊 听说这个 柯文哲在参加一个相关的会议里面呢 参加一个公开的一个场所啦 听说有一个新闻出来是说 柯妈妈每次只要看到电视上 有人骂她儿子就会 因为不会用耐 不会用什么就打电话 就给她的这个相关的助理等等啊 所以几乎每天打电话 柯妈妈不要再打电话了 你儿子不是妈宝 所以呢你儿子是台北市长 如果柯文哲做得好 根本不会有人骂他 就算有人乱骂他 根本就是吃自己鼻 你完全不用在乎 你要看骂他的人讲的有没有道理 那么今天为什么柯文哲的支持度 你看哦那个中间 以前柯文哲最支持好 就是年轻人都 我的支持度居高不下 百分之六七六十八七十以上 都是我支持我的嘛 可是你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 在中间分子的最新年的那一段 30到39岁 你知道吗 然后在更年轻的这一段 有掉但没有掉那么多了 因为所谓的磕粉啊 磕铁粉之类的啦 可是你也可以发现哦 从这次台大这个学生 被打事件的以后 确实有松动 以前在网络上面哦 尤其在PTT很多网络上面 都一面倒的支持科文者 虽然是一半一半 虽然是一半一半 有骂的有支持的 有骂的有支持的 两边打在一起这样子哦 那什么意思 表示风向在改变 那风向在改变 跟你的态度有关系 当你说 当你说这个文化局只能协办 台北市只能协办 你连那一家公司到底是什么公司 你都不知道 你说是人家指定的厂商 对不对 你是协办单位 你怎么会连台湾的 就算是人家指定的厂商 还是主办单位 万一发生了事情了以后 就责 还是需要跟主办单位 你怎么会主办单位 万一是一个人公司 空投公司 那怎么办 球场的话 万一发生事情 你跟谁去啊 所以你说不出口的 然后还有 你说这是一个音乐会 就是一个音乐的活动 奇怪咧 上海的统战相关的 胜负的两个统战的 那个大主任 都坐在下面 都坐在台下 而且还发了一个新闻稿 说八个小时 非常的愉快 显然是新发的 就统战嘛 而且还掌控全场 而且还更鲜了 而且我后来发现更鲜了 他就把他们真的 上海相关的统战部门 就把在台湾办的这些校园 中国新歌声的这些 当作他们统战绩效 你柯文哲不可以说 不要怕统战 他已经统战了我们那么久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自己本身 要抵抗力 不要怕统战 但是不要怕统战 跟无意 不断的没有任何过力的 接受人家来统战 我们是两回事 你知道吗 今天如果是我们 在人家的土地上面 对人家做这个人家 会怎么对我们 你知道吗 所以两边要尊严 要对等 然后柯文哲要反攻自行 为什么你的 他常常在很在乎 这个所谓的网路收视 网路的相关的这个大数据 你的大数据在改变当中 不要说15% 继续下去 如果再跌到58以下 我要跟柯文哲讲的是 你再也没有一场 世大运可以救你了 好 当时也没有 世大运可以救了 那但是到目前为止 这个见血案 还是没有把它说清楚 所以后续 可能还会有一些效应 好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 柯文哲 他现在感叹说 他很难入国安系统 柯文哲近期跟民进党 有很多的纷争 都涉及了国安警政体系 近科人士就说 有益于总统大卫的柯对外交国防 还有两岸本来就很有兴趣 可是府内相关人才匮乏 没有让国安足够信任的人 因此在国安系统里面就难有失利点 林俊哥 我觉得国安应该不是柯文哲 要思考跟烦恼的事情 就是说他对他很有兴趣 可是就进不去这系统 我想很多人对台北市长这个位置 也很有兴趣 那我们大家进不去 大家都可以去跟柯文哲讲说 我觉得你该怎么做 我觉得每一个人一马归一马 就是说国安的部分 其实就是他有一定的体制在运作 该怎么指挥 该怎么领导 或者他其实也不是因为 蔡英文上来之后 才有这样一个国安的体系 我们自己有很多在国安局服务的朋友 或者国安会里面的一些朋友 事实上大家都按照自己的规章在办事 那重点是 有没有人想要试图去影响 或者去操作这些东西 柯文哲被质疑的就是这一点 比如说你的讲稿 你告诉别人讲说 我都送了 但是他不理我 我只好自己去面对 那人家会质疑你 讲说那你今天送国安会 到底是他要求你的 还是你自己主动去送 那这个你要讲清楚 那看来后面讲的不清不楚的 所以柯文哲在这里面 当然会受伤 那台北市长他该做了什么事情 他就是把你台北市长 该做的职务做好 那其他的 你说到国安的层级 到两岸的层级 你当然有城市的交流 那重点在于是 你的那个交流 有没有愉悦 大家认知里面 你该做的或你不该做的 比如说刚刚讲到民调 世大运的时候 柯文哲什么事也没有做 他的民调突然在世大运 完了之后攀升到高点 这一次事件里面 包含您刚起跳台大的校园 这个事件 柯文哲一样什么事也没做 他都告诉大家 讲说台北市政府不干他们的事 我们他只是协办单位 他也没有负责协调 也没有动用干嘛 他什么事也没做 民调就跌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民调是浮动的 也就是说可能人家 其实很多人在 这个世大运玩之后也在讨论 为什么荣耀归到柯文哲身上 选手的努力 选手得到金牌 选手这些事情 是他长期以来所做的 那为什么都变成是 柯文哲好像把世大运办得很好 那你说真的办得很好吗 前面有这些所谓的抗争 处理事件的不完善 什么什么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你如果回来观察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刚讲 柯文哲的民调浮动 就在这个地方 感觉上好像你在瞬间通过高点 可是一个事件 足以把你打回微信 而这两件事情很重要都是 你什么事都没做 所以你的民调是扶的 你知道吗 是扶的 你现在如果是打下来 以后你要担心的一点事情是 在后续的其他相关的处理上面 那个才会真正考验 你现在这个民调 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一种 最好的结果 后续的处理 大家也都在看 我们稍后回来就要来了解 有关于这个台大见血案之后 警方现在又抄了 竹联邦太极堂跟战堂 两个堂口之外 还要看到操控台湾黑帮的 竟然是国台办的一个 外联办事处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呢 稍后瑞德哥要为我们揭秘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 欢迎您回到前进行台湾 在这一集节目当中 我们还有一位来宾 是资深媒体人丁雪伟 雪伟好 各位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台大见血案 现在查下去传出说 这一群聚众资事者 他们是这个里面 有一些竹联邦的 那竹联邦的这个太极堂 跟战堂两个堂口 现在也被警方给抄了 同时呢 根据情报也显示说 隶属于国台办旗下 有一个福建厦门对台办 是目前中共掌控 台湾两大黑帮的一个 前哨基地 其中还有一个很神秘的单位 叫做外联办事处 我们先带来看看 2000年四海帮帮助杨光南 押解回台 全台关注 你这位你现在不得怎么样 全会有的射击 射击多起枪击重大案件 杨光南虽然被遣返回台 四海帮却早已经 吸移至中国大陆发展 另外白狼张安乐 也曾在中国大陆投资 从来大陆有一个头盔场 头盔场有的20年了 20多年 情报单位掌握 早有国台办所属 福建厦门底下的外联办事处 长期津援台湾帮派 甚至津援帮派要脚 回台控制台湾黑道 政府的相关机关会来加以注意 加以了解 当然我们是绝对不能够容许 中国大陆透过一些台湾的机构 想要来破坏我们社会的和谐跟环节 入尔会正式 据了解控制手法就是利用帮派 重量级人士在中国被抓 再利用政治力介入 让他们脱身 使得这些黑道大哥对中国为命是从 这样的一个对台庞大的机构 如果要对台湾 其实社会里面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社会上的黑帮的相关人士接洽 一定是不意外的 我有必要 当然欢迎警方介入相关单位 检调介入司法调查 媒体上的放话 我觉得是做政治操作大可不必 我们对这样的干扰 不管来自何方 我们都是不能容忍的 那我们一定想查 然后予以最严肃的因应 包括台大舰血事件 甚至太阳花水运 都有黑衣人到场 黑道与两岸政治扯上边 对岸统战用黑道为室 恐怕只会让台湾人民 对中国更加反感 三地新闻中指尾 前一好 台北参考导 神秘的外联办事处 到底什么单位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我们先看到 因为涉及了政治暴力 所以警方去抄了 竹联邦的太极堂 跟战堂两个堂口 甚至警政署长 现在已经宣誓说 他要扫黑一直到 一网打尽为止 他说从即日起 扫黑没有截止日期 会一直这样子执行 到一网打尽为止 要全面的清查 黑帮的金流 还要刨根断源 真的有办法做得到吗 谈何容易 来 其实你说要把黑帮 全部都扫荡光 是不可能 对 历朝历代都 他说要扫到 全部一网打尽 对啊 那你就是只要你黑帮 能够收敛你的气焰 收敛就好了 大家相安无事 那你拐拐做你的行李 大家求财 不要再对治安上 有什么骚扰的话 那就算了 那这次警政署 为什么会这样大规模 一直在举例扫黑 你知道吗 其实那一天 就是因为台大事件 那一天 其实有高层就跟警政署 已经下令说 这个一定要好好 那那个时候 说实在话 陈嘉青刚从高雄市上来 他虽然在刑事局 三队待过 可是他一直对台北市 北部地区的一个 黑帮的生态 他坛口他不是很了解 所以那一天 他有下令他们说 我指导原则就是 用配合三打策略 还要做一些进程专案 就是说你今天 在整个坛口 他们活动聚集的地方 你要去 一开始先扫酒店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 刑事局就开始 其实这个 这次这波扫黑 是刑事局主导 他把手中所有的情资 全部都给台北市 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所以他们那天 其实他们警察 也有跟我讲说 他们其实拿到资料 有些已经过时了 因为他们给的情资 就是说 你现在针对这些 帮派堂口 常常聚集活动的地方 你们要严格去取地扫荡 再看看你们 有没有常读常枪 或者是有什么 不法的情势这样 可是他们那天 在抓的过程之中 他们就讲说 刚开始他们讲说 什么所谓的六堂一对 针对六堂一对 那六堂是哪六堂 胡堂 地堂 中堂 清堂 义堂 还有太极堂 一对就是他们所谓的捍卫队 那为什么会传出来 有六堂一对这种说法 就是因为台大事件那一天 所有搜证录影 在画面 警方把它收集起来 就发现说 里面动手的这些人 很多都是以前 这六个堂 跟这个捍卫队里面的一些 早期的那种中间干部 甚至有些人 以前是当过堂主 或者副堂主 所以他们就想说 是不是这一次的活动 全部由这个六堂一对 他们来进行的 可是后来发现 不只 这次扫黑行动 不只针对这六堂一对 像今天收到的这个赞堂 有没有 赞堂就没有在这个 六堂一对里面 所以我在跟你讲 其实那一天 我再讲一下 其实那一天 他们在警政高层在开会 执行这波扫黑行动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默契 虽然是针对竹联邦没有错 可是他们在讲说 包括四海邦跟天道盟的一些 首恶分子 还有最近常常 新北市发生的枪击案件 有没有 所有的相关证人 所有相关人士 一并在这一波扫黑里面 强力拘捕 所以他们这一次 有所谓的五大首恶分子 就是首恶 这五个人一定要抓到 那另外的话 他们对于超这些堂口的话 他们也希望说 配合所有三打政策 刚刚我讲到所谓三打 有没有 那三打是哪三打 第一打就是说 立即处置 即刻压制 就是你今天有发生什么问题的话 你这一波扫黑行动 立刻就要处置 那二打是怎样 就聚焦打击 聚焦打击很明显 这次聚焦打击 重点就是在竹联邦 还有四海跟天道盟 最近引发的一些枪击案件 那向上溯源 向上溯源是干嘛 往上去追查你幕后阻止者 跟提供枪械来源的人 那三打是 向下刨根 对不对 断结筋炎 这个也是针对竹联邦 你向下刨根 你这一次 他们就讲说 可能统促党的这次活动 都是因为 出现的这些老面孔 全部都是这六堂一队 大多数都是这些人 所以是不是这些人 有暗中支柱 筋炎 统促党 所以他们就针对说 这一次一定要向下刨根 把这些筋炎断掉 可是去查酒店那些 真的可以断筋脉吗 因为我跟你讲 今天大家酒店 你也知道说这种特种行业 你就是和气生财嘛 可是你说实在乎 我今天去唱个KTV 跟小姐喝个酒 那小姐在旁边 大家嘻嘻哈哈在唱歌的时候 突然间来一个跟你说 电灯全部都亮了 零结 身份证请拿出来 配合零结 我今天只要喝一次酒的话 我被零结两三次 那那个酒怎么喝得下去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这种特种行业最怕的就是怎样 大家酒烦而热 跳舞跳得很高兴的时候 灯突然全亮 有些人搞不好在旁边 不知道做什么举动 对不对 灯一亮就喝 怕死了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那个酒性全部没了 完性全部都完了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最好的方法 你要断结金元 让这些生意没有的话 最好的方法 我就一直给你理解 我可能今天 这个是什么哪个小队 哪个分局小队 这个又是督察室 又怎样 一个晚上来个三次的话 我跟你讲 你这个酒店大概也不用做 那如果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你警方三分钟热度 我可能这阵子 你叉叉的就算了 可是看起来今天 警政署早上又宣誓了一次 就是说我这一次 扫黑行动的话 是没有奇效性 所以我就不知道说 这一次这样警方看起来 大概是跟你玩真的 可是我每次问警政署 我昨天跟今天 都有问警政署相关的事 我问他说 那你们扫黑要到什么地步为止 他说没有期限 对啊 上面的 上面的当然不是警政高层嘛 就是警政更上面的 等到上面的满意 或许才会停止 所以我说这次扫黑的行动 可能会持续满一段时间的 那我们现在讲到那个外联储 外联储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我先请教一下瑞德哥 刚刚讲到警政署 他已经讲说要一网打尽 而且是没有期限 真的有办法做得到吗 因为警政署长陈嘉欣 事实上他在刑事局 从真山队八组组长 两线三开始干起 然后破了很多的大案子 那么台湾很多地方的重大刑案 都跟他有关系 那么在黑帮 尤其在扫荡黑帮的部分 他自己本身有一个 包括天道蒙四海帮 这些相关的一个 还有竹联邦 这些相关的一个 等于说资料库 那么所以呢 这次我当台大事件发生 我就预料他一定会扫黑 一定会竖枪 然后把新北市这些 包括台中 那么发生很多枪击案的 这地方呢 马上在最短时间之内 我已经要达到他的效果 你说有没有这个 等于说这个功效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这几天其实在抄的时候 抄到一个北联邦 北联邦在以北投 北投 士林北投 尤其是北投为主的一个 外省怪的帮派 竟然查到有一群人 北联邦的分子呢 竟然拦接去打劫就对了 那么过去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啊 他们后来落网里就说 是因为现在网络赌博啊 那么那个网络这个牵赌太横行 他们的赌场找不到人来赌 也就是赌没有那么多 所以造成这些兄弟们呢 有些人呢 没有收入 所以才来抢劫 为什么这样讲 黄赌赌 如果全部操控的话呢 我问你对黑道有没有影响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